翠青将屋子收拾规矩后 齐木格先屋子里的味道太难闻了 便走到了屋外坐着休息了 老师跟了过来 捂着嘴说道 齐木格 你别把脸对着眼 也怕熏着你 曹某某见状便建议老师今晚去书房歇息 说他和翠青今天晚上在外间守着 老师虽然不情愿 但是也担心惹得齐木格一晚上都休息不好 便准备硬了 瞅着齐木格一脸眷色 又有些不放心 说道 哦不用了 那个这屋子里有旁人 附近休息不好 你们能收拾规矩了 你们就先下去歇着吧 萌萌年纪也大了 注意些身体啊 曹某某知趣的没有再劝 谢过了老师的关心之后 便与翠青退了出去 老师坐在门槛上 将头扭到了一边 很是别扭地问道 齐木格 这下还有味道没 齐木格笑着说道 哪有那么夸张啊 爷你坐过来好了 老师稍微地动了动头 小心翼翼地将头摆正 又是他能问道 嗯 这下呢 没事 坐过来吧 哎呦 摸摸摸说你今天晚上多进了一小碗鸡汤 都拐爷 害得你又遭了一回罪 齐木格无力地笑了笑 这肚子里的孩子啊 太能折腾人了 哼 这小子以后肯定比红悬淘气 齐木格不想再纠正老师了 自从知道怀孕了后 老师就开口闭口地说是儿子 倔得很 任由齐木格怎么说 老师都不改口 齐木格只是笑了笑 并和老师谈起了红悬筋儿的成绩 今天红悬和安安兴奋的模样 也感染到了齐木格 虽然齐木格并不盼自成龙望女成凤 但却也不会刻意地压制着孩子的发展 很是为两个孩子感到骄傲和自豪 老师立即眉飞色舞地 给齐木格将武学比赛详细地讲述了一遍 当然了 略过了赛马一掌 老师自然冲齐木格好生地抱怨了一番 说自己运气太不好了 本来还准备给大家做个 如何培养孩子成才的报告呢 结果康熙却没有嘉奖家长 更别说叫家长发言了 齐木格觉得康熙可能是老糊涂了 连颁奖的张唱都记不大清了 他这么丢三落四的怎么管理国家呀 于是齐木格便当起了听众 听老师发表感谢致辞 被老师逗得笑个不停 两口子自娱自乐完之后 老师见齐木格精神还很好 一点也不犯困 便继续地往下讲下去了 齐木格听到 庄亲王居然出来帮老师说话 很是诧异 玄吉笑道 庄亲王卖了这么大的人情给爷 怕是要爷也拿出诚意来呢 可不是吗 然后便将自己替齐木格答应 开班授课的事 和盘托出了 然后还笑着说道 他今天晚上啊 就派人给爷送了个名单过来 十个足足十个呀 他也不怕儿子生出来自己没了 老师很没有风度地嘲笑着庄亲王 明儿也还得去教教他 你说这有什么事啊 齐木格精老师的心情很好 好像明天很闲的样子 便忍不住地问他 爷听说华马叫你三爹之后上折子 你明儿怎么得空了 肯定是洪轩那个大嘴巴说出来的 这臭小子 不过有蒋先生在呢 名义商议就写出来了 不费劲的 不但你这么偏心呢 反正出了娄子 全都推给洪轩就好了 按就是当着你的面 把墙给砸个窟窿 那肯定也是洪轩教唆的 老师一点头 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笑着说道 那当然了 齐木格彻底无语了 真没有办法想象 等安安出嫁的时候 老师会不会跟着婚车 一路哭到蒙古去 见老师还在那乐呵呵地笑着 齐木格便没有好气地说道 你还有心思笑啊 红轩说要去战吕颂 是不是你叫的 你在南边的时候 不是说想出洋转转吗 看个吕颂的风土人情 也没有同意 说那些蛮夷之地 化外之民 没准冲撞了你 为这儿你还和爷闹了几件别扭呢 洪轩这小子就上了心了 爷爷说他长大以后就去征战吕颂 将那些化外之民给驯服了 到时候你想去那玩多久都成 还叫爷别跟你说 到时候给你个惊喜 爷没有放在心上 反正这小子一会儿要去放牛 一会儿要去打鱼的 谁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呀 不想到今儿当上滑马的面 就把这话给说出来了 齐木格一听连忙站起来说道 爷明天呢 你可得好好地跟洪轩说说 别叫他把这个缘由到处说 特别是滑马 否则还不知道滑马会怎么想呢 老实一拍脑袋 懊恼地说道 我能把这茬给忘了 说完转身就要出门 齐木格忙给他叫了回来 哎 洪轩已经睡了 你明早再跟他说 不急这一晚上 因为齐木格害喜很是厉害 所以早上的起床时间 也没有了规律 便没有再送洪轩出门上学 老实只是偶尔为之 因此齐木格是提醒了又提醒 老实是保证了又保证 可是第二天一早 洪轩还没有出门 烟红的哥哥就过了府 烟红的祖母染样 想见见烟红 因为福尽不见客 我只好来求王爷恩准 祖母打小就疼妹妹 所以老实也不矫情 自然是硬了下来 当即就叫人去通知烟红 还叫人拿了府里 许多的上等药材和补品 一并送去 烟红的哥哥自然是千恩万谢 将老实捧到天上去了 两人喝完了一盏茶 烟红也收拾规矩了 红着眼眶出了二门 进了书房 谢过了老实 便拿着帕子抽气了起来 老实安抚道 你要回家安生地住着 好好在祖母面前静静笑 等祖母病好了再回来 若缺什么药材 派人回府告诉徐公公 只要府里有的 立马就给你送过去 若府里没有的 也到时候进宫给你找找 没准能找的呢 烟红悲悲悲悲悲的说道 谢爷大恩 老实亲自将烟红兄妹俩 送出了书房 还叫徐公公从账上 拿了二百两的银子 给烟红做零花钱 等老实忙完了这些 红轩的马车 已经在宫门外停了下来 老实无奈 只好准备待一会儿进宫 去上书房找红轩 老实正准备回后院 看祁木格起了没 如果没有的话 便打算与安安 共进早餐 可是人还没有进二门呢 徐公公就叫住了他 阿里阿府上的外管事来了 老实头一次后悔 自己怎么没有去上早朝啊 当初老实为了便宜行事 被贬到了户部后 总是隔三差五的 才在太和殿上出现 参症益症的频率 只比九二个高那么一点 老实还觉得这样很是自由 有事就上朝 估摸着要被挨骂了 就躲着不去了 多好啊 谁想到 却很容易的被人堵在了家里 老实很郁闷 见了阿灵阿的外管事 才知道阿灵阿急儿病了 锁竹罗氏请老实过府一趟 老实听了心里直打鼓 阿灵阿头上包着头巾 靠在了炕头上 看不清表情 锁竹罗氏拿着帕子 坐在了一旁 不停地擦着眼泪 老实被阿尔松阿 领进屋的时候 便瞧着了这么一个情形 阿尔松阿走到炕边说道 阿玛 敦俊罗来了 老实连忙上前打了个签 给舅舅舅母请安 阿灵阿哼了一声 没有说话 锁竹罗氏也没有打理老实 虽说老实一进府 就向阿尔松阿问了病情 可阿尔松阿却说语焉不详 老实便知道 自己今儿这关不大好过 可是实在没有想到 阿灵阿和锁竹罗氏 居然都会不理他 无奈 老实只好厚着脸皮问道 舅舅是哪不舒服 可找了太医诊治 锁竹罗氏 这才带着哭枪说道 都怪我呀 没事回来给爷嚼什么舌头啊 害得爷差点背过气去 爷爷真是的 郡王府的门槛高 咱们以后不去惹人讨厌就是了 何苦自己找不痛快呢 气坏了自个儿 将旁人看去了笑话呀 锁竹罗氏说这话的时候 眼皮也没有抬一下 老实暗暗地叹了口气 说道 舅舅 昨儿我已经给舅母赔过不是了 都说我府上的奴才不开眼 我要责罚了徐公公 可是舅舅也知道 徐公公是我身边的老人 就是我在南边这几年啊 也是他在大理京中的事物 乔尔倒是力所能干的 实在没想到他会如此的糊涂 我也是完全没有想到啊 总之这事是我不对 舅舅要打要罚 我也只有受着了 只要你能消气就好了 阿玲阿冷笑地说道 哼 我哪有那么大的面子 如今你舅母 连你府上的大门都进不去 我这个当舅舅的 哪还有资格来管你啊 老实心想 不是进了书房了吗 怎么连大门也没进呢 但直到眼下 不是计较这个细微末节的时候 只好服软地说道 舅舅 你这话可折煞我了 俗话说得好 罪亲不过娘舅 外上我哪敢对舅舅就我不进啊 确实是徐公公那个天傻的奴才 昨天诡弊心窍了 舅舅 你可得明察呀 阿玲阿扭过头看着老实 痛心疾首地说道 哎 你当我真是老眼昏花 糊涂了不是 拿这些话来糊弄我 老实只好低头不语了 阿玲阿便开始了 从老实的小时候说起 说的这个当舅舅的 为老实操了多少的心 担了多少的怕 没想到 林辽却换了个这么个结果 很是唏嘘不已 老实不知道是受了触动 还是自觉的有愧 一直低着头 老实的呆着 满脸长得通红 阿玲阿教训了口干 喝了口阿尔松阿缝上来的茶水 润完了喉咙 继续地说道 都说娶了媳妇忘了娘 你是娶了媳妇就忘了本呢 你自己说说 自从你大婚以后 你是不是就渐渐疏远了我们呀 就有真的没有 你真的多信了 你媳妇等过我府上几次门呢 你给印德送了那么厚的礼 是什么意思啊 不就是为了个奴才吗 是不是你媳妇觉得我 扫了她的脸面 教授你这么做的 我真的没想到啊 堂堂的满皇子 居然是个耳根子软的 索卓勒氏 爷在旁边假意地劝着 爷 你别这么说十二个呀 他夹在中间也不好做呀 他媳妇将府里拔得严严实实的 十二个哪插得上什么手啊 人都说取习当取贤 这话呀 真是一点也不假呀 说完还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仿佛对老实无比的同情似的 阿玲阿恨铁不称刚地指着老实说道 你怎么就由着你媳妇胡来呢 他今儿能挡着你舅母不让进 明儿还不知道能做出什么破天的大事呢 等我到地下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阿娘说 就算她是蒙古郡王的女儿 身份高贵 但也得有点知道分寸呢 老师不干了 抬起了头 正色地对索卓勒氏说道 舅母 我想单独和舅舅说话 索卓勒氏看了阿玲阿姨一眼 得到了首肯后便冲阿尔松蛙使了个眼色 两个人相聚离开了上房 留下空间给老师和阿玲阿对决 等屋里的索卓勒氏他们走了以后 阿玲阿生气地说道 你到底有什么话 非要背着他们才能说呀 老师扑通的一声给阿玲阿跪了下来 吓得阿玲阿连忙地跳下了床扶着老师 沙哥 你这是做什么呀 老夫可当不起呀 舅舅的答案 硬额一刻也不敢忘 早就想给舅舅磕几个头了 可是一直也没找到机会 今儿总算是了了我的心愿 说完不顾阿玲阿的阻拦 便给阿玲阿磕了三个响头 然后才站了起来 将震惊的阿玲阿扶回了炕上 阿玲阿游在不停地说道 哎哟 我怎么收得起 我怎么收得起呀 老师望着阿玲阿 表情很是悲伤地说道 额娘虽然是身份高贵 但是因为我不争气 额娘在宫里的日子也不好过 全都是依仗舅舅全力相帮 我心里一直对舅舅很是感激的 后来额娘走了 全都靠着舅舅四处打点 我才在宫里没受什么气的 这个情我一直都记得 这辈子也不会忘 这三个头舅舅自然是受得起的 阿玲阿见老师悲痛的表情 不自装伪 也是很感慨地说道 哎 我知道 你是性情中人 只是这些年 我们两家的关系 确实疏远了不少 舅舅看在眼里 也很是痛心呢 所以今儿才会叫你找来 若是有怠慢的地方 你啊 别往心里去啊 老师摇了摇头 不 我说舅舅的大恩 舅舅怎么对我 我都不会说二话的 说来啊 也怪舅舅 当初为了理应那个狗奴才 才扫了你媳妇的面的 舅舅多虑了 不管秦梦哥心里有多大的疙瘩 舅舅总归是我的舅舅 不会有他使的小性子的 定不会与舅舅疏远的 见阿灵阿一脸的不相信 老师说道 舅舅怕是怪我 为什么回京之后 怎么没给舅舅请安 哎 这都怪我小毒机场 见舅舅在巢上 没怎么帮我说话 便和舅舅置着气 舅舅别挠了 阿灵阿样样的不作声了 半傻 方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哎 十二哥 舅舅也是一时糊涂 才会找你的公事查 你呀 就别跟舅舅计较了 咱们今儿啊 把话说开了也好 以后心里 都别溜疙瘩 老师看着阿灵阿 笑着说道 哎 舅舅 昨儿爸哥和舅哥 都将我训了一顿 舅舅还说 若和舅舅闹得不痛快 没理的铁定是我 走到哪里 都会被人吐口水 阿灵阿对这句话 很是受用 微笑着 没有表态 老师直视着 阿灵阿 说道 我也告诉八哥和九哥了 我受了舅舅的恩惠 你怎么对我 我眼睛都不眨一下 不管你怎么带我 我都不想疏远了舅舅 行 这就好 舅舅俩 看样子是雨过天晴了 和好如初 阿灵阿也不再装病了 兴致勃勃地 关心起老师的公事和私事 说着说着 阿灵阿再次地嘲笑起了 老师居内 老师笑着说道 哎呀 琴木格大老远的 从蒙古嫁给我 经理一个给他做主的人都没有 就是宫里的太后 必然也是向着我 比向着他多一点 他就是受了委屈 也没地儿哭去 所以呢 能护着他的 也就是我了 自然得让着点他了 阿灵阿语重心长地 给老师说 啥哥呀 这女人哪 不能太宠 否则 就是给自己掌麻烦 舅舅 我没什么雄心大志 就只能宠自己的女人和孩子 说起此 老师突然正色地说道 琴木格后的孩子 谁都不能跑 谁要是越了这条底线 就是天王老子 我一样不认 哪怕是全天下人都唾弃我 说我是忘恩负义之徒 我也不在乎 阿灵阿脸了笑容 看着老师 老师毫不畏惧地回视着 然后猛然地笑道 额娘知道了 肯定会骂我没出息的 阿灵阿争了争 也干笑了起来 两个人又闲话了一会儿功夫 老师方告辞离去 老师走后 阿灵阿自言自语地说道 磕三个头就想了断 十二个 你想得太简单了 你不要名声 皇上还要脸呢 老师从阿灵阿的府上出来 心情很是低落 带着刘贵打马出了城 跑到了京郊赛马 折腾得精疲力尽之后 老师摊在了地上 喃喃地说道 额娘 前行宫里 洪轩向康熙说着自己的小秘密 这可不要告诉额娘啊 康熙虽然是儿子孙子很多 但是儿子们一个个除了给康熙添堵 似乎就没有其他的爱好了 而一帮的皇孙见了康熙 总是恭敬中带着一丝疏离 就是康熙经常过问的皇帝孙洪熙也不例外 只有洪轩 虽说上书房的规矩多了一些 不再发生忘了给康熙请安行礼的事 但对康熙依旧是亲近多余了敬畏 不时的会与康熙分享上书房的趣事 偶尔也会给康熙八卦一下自己和安安的糗事 请不吝点赞订阅